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二十三 星期五 十月份剩下交易天 連今天只有四天 明天已經是聖誕了 聖誕假後下個星期三 回到28日 已經是今個月期止的轉創高峰日 下個星期四是期止結算 星期五是長期衍生工具和連結 即是好和淡的角力只剩下今日 我們先看看昨日的市 昨日早市先高於377點 去到19,537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拉鋸 而低見19,475點 但買盤浸漸漸 結果的指數日中曾經升上19,735點 是升了575點 其後在高台上進行原地消化和拉鋸 恆指最後收於19,679點 相對早日升至518點 成交金額多了少少 有1,014億 但問題是昨晚美股出現急跌 而道指最後跌了349點 收於33,027點 納指亦都跌了233點 收於10,476點 連帶昨晚的恆指夜期都跌了400多點 即是以昨日的夜期做參考 今天恆指開出來已經是19,300 接近近的水平 值得留意的就是移動線方面 以昨日收市來說 走得比較好 因為順序是恆指 下面是10,20,100,100和50 但經過昨晚美股急跌後 以及恆指夜期的大跌 今天恆指可能又再跌到10天線之下 一個很簡單的分析 如果10天線、20天線、50天線、100天線 一直都沒有失去的話 指數再進一步向上網 在移動線方面絕對是250天線 但當然到今年年底前 我相信越見的機會就不高 只不過移動線方面的走勢報告 暫時的形態是這樣的 如果一旦指數跌穿 10天線代表整個市頂的形態 暫時又再受到虧限 那一分鐘我們就要看 是20天線的防守性 其實20天線已經升上19,053點 直到現在這分鐘 12月份暫時來說 仍然是先低後高 指數仍然是由2號低位 18,530 升到去9號高位 19,926 換句話來說 在6個交易天之內 指數是升到1,396點 到底今個月去到尾 無論低位或高位 是否真的走到6號交易天之內 我們看到尾就知道了 因為這個情況是比較廣見 但問題是12月份 最近都有一個聖誕假和年假在 很多基金經理 投資者已經放了假 或者去外地旅遊 所以在市場的參與者 是越來越少的 難怪成交加碼 持續還是低迷 在這樣的氣候之下 除了官網之下 真的沒有什麼好做 因為指數一開出來 開高三百幾點 你追下去 你更順便沒有幅度 反過來 一開出來 一開低三百幾點 你追下去 去到尾可能又是牛牛皮皮 拉拉腳腳 與其是這樣 不如就是 一直在手後 一直在觀望 算數 至於今年的年結 會不會有些驚喜 個別股份是會有的 因為現在指數 就真的沒有方向 但是 那邊股份 可能不跟著指數 但是我想說 近期有不少股份 例如教育股 已經升了很多 如果再高追的話 慎防高台匯套 所以 在沒有什麼大的成交加碼 作後盾和支持之下 股份的上升 或者是推進 你就當是技術上的表現 就算數了 這個市況 最好暫時來說 都是靜觀其變 我們過了一年 再看就比較好些 好了 早事分析 就講到這裡